公民种族笔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公民种族笔周一罗继夫时间 我是周一的种族笔罗继夫 再过一个礼拜 我们就要放春节假期了 每年到这个时候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当然是要采办年货的 不过很可惜的是今年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 到各个地方的年货大街 一边试吃一边买年货 不过这个年货还是一样可以买就是了 那一讲到年货呢 大家第一个印象想到的一定是台北的迪化街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迪化商圈的大友里的里长 许美志请这个许里长呢 来跟我们除了分享他当里长的一些点点滴滴之外呢 当然也要讲一下今年的年货大街 那有没有什么应变的措施呢 里长晚安 晚安 姐夫好 还有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听众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那个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晓得为什么 那个里长要叫我姐夫 因为我的名字 那个台语的谐音就是几乎啦 好所以我的外号是姐夫就是 好 不过那个里长三年前其实就来过我们的节目 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在过年前是请你来聊一下这个年货大街 好 不过今天的年货大街真的好可惜 因为疫情取消了对不对 对 嗯 那可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年货大街取消 可是大家还是一样可以去迪化街采摆年货吧 是当然了 因为年货大街是取消官方他所办的一些行销活动 比如说搭棚架舞台 还有一些那个一些活动 那但是我们年货大街照常一样正如火如荼的在进行 因为这个台北迪化年货大街 就是我们台湾第一条年货大街的开山始祖 所以我们照常卖啊 因为以前十七年前还没有那个商业处进来辅导 迪化年货大街的时候 我们早在二十几年前 这个年货大街就有有这个活动 所以你的意思说今年的迪化街采办年货 回到过去有复古的感觉 对对没错 你讲的也没有错 这年货大街好像是过去这些年来 开始这个筹划的一个行销活动 在还没有这个年货大街之前 大家一样要去这个年货街上面的商店买东西 对不对 对 那其实讲到年货大街 迪化街的年货大街 大家可能也很明白 可是呢 嗯 大家对这个迪化街这个可以采办年货的商店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今天这个既然里长来了 跟我们指点一下好不好 这个到迪化街去采办年货 有没有什么 要从什么地方买起 那有什么年货可以买呢 迪化街的那个年货包罗万象 他的那个店家有好几百家 那主要是以南北货跟中药的药材为主 那当然年节的时候也会有一定会有开心果啦 瓜子啦 饼干啦 糖果啦 还有一些鱿鱼丝啊 这些应景的东西 也会对 也会出来这边就增加那个商品的多元化 那也很欢迎大家来采买 因为迪化街不休息的 虽然政府说年货大街 没有举办是官方的 可是我们一般的民间 还有我们的迪化商圈跟商店 照常铺设了很多的货品 要等着大家来采买 可是一般平常时候 我知道迪化街的这个商店 通常打烊的比较早 可是这次没有办年货大街 他们会不会延长这个营业的时间呢 是的会啊 因为当然是看那个莱克树啦 像以往的话 就是说都到12点 那更早期政府还没有进来举办的时候 甚至有从半夜一点迈到天亮 不休息24小时不打烊的 所以今年有可能是这样子 也有可能 好 就是说虽然可能多多少少失去了 在人挤人去试吃个大街上面 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点心的机会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到店家去买这些年货 那我就好奇的问一下 到这些店家去买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试吃的机会 因为防疫优先 因为今年避免 因为口罩一定要正确的把它戴好 然后而且我们在外面的话 因为不方便洗手 所以因为你要吃东西之前一定要洗手 那如果你试吃的时候 你手干不干净不知道 那你把口罩拉下来 这个也很危险 那所以说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 就是全民一心 大家共体时间 最好是不要试吃 我觉得这个提醒 你看这个肌肤就是 你看一般庶民的想法 这钱满母汤就对 因为疫情期间 所以可能不要试吃 不是可能 请大家就不要试吃 其实商家应该也不太敢办 这样的一个试吃的活动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要去裁办年货的时候 其实一些防疫规定 我们还是要遵守 比如说到商家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戴着口罩去 对不对 全程不要脱 这个很重要提醒 所以年货大街虽然不办了 可是逛年货大街的这个乐趣 应该还是有 还是有 但是要注意防疫的任何措施就是了 好吧 那剩下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该买的年货 大家买了没有 如果还没有的话 大家可以到年货大街去逛逛 买一下自己想要的年货 那今天起这个里长来 其实大家应该也知道 我们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 每个月都会安排一次 跟里长有约的时间 前两个月我们已经安排了 这个东区的里长 还有这个商圈 其他商圈的里长 这个包括这个永康商圈的 这个里长也来 今天请这个许里长来呢 也聊一聊这个 你们这个敌化街的商圈 当然大家对敌化圈 可能有一定的认识 在我们节目中 其实也常常在讲 敌化商圈跟附近大道城的文化 不过今天起 在地的里长来讲 一定感觉又不一样 先问一下这个里长 你当里长当多久了 我当两届了 两届了 是 当初为什么会想当里长 我是这样子 是因为我爸爸 他找我两届的时候当 他当 对第十一届 那他是那个 许富田老里长 然后来因为 那阵子刚好有 有太阳化学院的关系 然后好像要年轻化 所以我爸爸就想说 那就让我来接受 因为那时候 我已经当他的特助 已经当了两届八年 所以 那时候 所以是 等于是 接下爸爸 对 这个工作 继续为里面服务就是了 对 是 所以你对这个 礼尚的事务 因为之前帮着爸爸在做 所以也不陌生嘛 对 可是我想 不好意思 这个老年人跟年轻人的想法 应该还是有不一样 所以当初你在接下这个里长 或者说你在竞选里长的时候 有没有跟爸爸不一样的想法呢 有啊 那就比较 朝向一化 电脑化 一化 我访问其他商圈的几里长 他们也 讲到说 现在商圈 很强调科技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在你竞选里长的时候 就把一化当作是你的证件吗 比如说什么样的一化 因为就用FB啊 然后Interview人啊 然后一些收集一些粉丝啊 然后把自己的一些活动 除了用Line 还有用FB分享出去 用照片啊 然后用一些图片 像我今天来这个台北广播电台 就有拍了一些照片 然后会把 先做预告 对 先做预告 然后也顺便自我行销 然后也帮我们迪化商圈 做行销 因为我在迪化商圈长大的嘛 对 在地的嘛 对在地 所以我很在意说我们商圈的蓬勃发展 那爸爸也是在商圈做生意啊 是 对 你们家是做什么生意的啊 我们是做包装的 做包装的 他们都做食品 我们就负责帮他们做设计 你们是下游包装设计的工作 对不对 所以在迪化街其实 常常会看到这种一条龙的服务 对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老商圈的一个特色啦 不过真的就像李长讲的 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 其实我们真的要有一些新的做法 让这个旧商圈会有一些新气象 所以在我们节目中 其实也常常讨论到 像迪化商圈一个 一些很大的改变嘛 在你的眼中 比如说你现在从小就住在那边 这些年来 包括你担任了这两阶的里长以来 你自己眼中看到的 这个迪化商圈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因为迪化商圈是属于 那个我们政府 所限定的大道城的历史风貌街区 那他早期他的建筑物比较老旧 然后后来因为政府有鼓励说 要稍微帮他做一下整修 但是只能够做外墙的整修啦 那整个巴洛克式的建筑 跟闽南式的建筑 整个聚落迪化街 这样起来好几百栋了 就很壮观了 他的房子的外观就很气派很壮观 然后再加上他新旧的融合 再引进来一些文创的 也来我们迪化街 用这个老房啊 给他创造一些新的生命 就做了一些文创的一些产业 也进来 然后用传统的 比如说刚刚讲的南北 或跟中药之外 有一些新的文创 这样进来 然后新旧的融合 一开始当然会有一些 过度的实习比较冲击 但是现在慢慢融合起来 这边也会引进年轻人进来 对 其实我们节目中 也有帮你们这个迪化商圈宣传 不是宣传啦 谢谢 不是不能讲宣传 就是介绍你们的不一样 我记得在我们节目中就有讲过 因为迪化街 很多这个房子是不能够改建 对很多想要重新来改装 或者是可能会有些人 会有退却的心理 可是有些人就想利用这样子的 比较旧的建筑 去做一些配合建筑的事情 比如我在我们节目中 就介绍过 像你们迪化街的尾端 有一家咖啡厅 当初刚进去的时候 旁边真的什么都没有 现在变成大家抢着 在那地方开文创咖啡厅 还有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中也介绍过 就是在某一家商行 老商行的楼上 办了一个 就是实验性的剧场 叫做沉浸式的剧场 在我们节目中介绍的时候 一开始还觉得说很少人知道 可能售票有点辛苦 后来发现他们两次加卖 两次都卖完 一直要演到二月中 过年之前 场场刻 所以就像你讲 引进了很多新的元素 很多年轻的人也加入 那你觉得年轻人的元素 跟年轻人加入这个商圈 对商圈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跟不一样 你们自己实际感受到的 会不会有时候觉得 这年轻人好吵 因为像我讲的 很多是晚上的活动 是不会啦 因为本来迪化街 因为在我印象中小时候 其实我们的开店 那时候都开到 我爸爸那时候做生意 不到半夜一点 店是没有办法收起来的 因为客人一直进来 一直进来 所以你开店是不是给 是给客人看的 客人进来买东西 然后后来因为 在有一阵子 因为比较没落 就是房子在更新的时候 那时候比较没落的时候 就变成说 这边在整修房子 这边也暗 这边也暗 然后有一个过渡时期 就是感觉比较灰暗 然后到后来这近十年来 该改造的都改造完成了 然后那间房子 整个用历史街区的风貌 出来之后 反而吸引更多的观光客 跟年轻人进来 然后刚刚有提到一些 年轻人进来 做一些晚餐的商店 然后整个年轻化了 就是说变成 本来是一个老的街道 赋予他新的生命 对 我觉得就是 从这几年我们介绍 整个迪化商圈 跟包括大稻城的 整个商圈的改变 就是 比较以前大家 对他的观念就是 老商圈 旧商店 可是呢 这几年开始有些 新的商店郡主 所以旧更新并程 那另外一个 可能就是 可能在年轻一代的 这个印象中觉得 那个都是 阿嬷啦 阿祖啦 爸爸妈妈去逛的街 我们年轻人没有去 可是现在 一些年轻人 也会到那边去找 他们想要的 这个娱乐吧 这样讲 而且我上次在节目中讲过 像我介绍那个剧场 它是晚上的活动 所以以前大家认为说 白天才能去逛迪化街 现在晚上去逛迪化街 又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风貌 对不对 是 好 那其实 你接着这两个里长 你都做了哪些事情 这个帮助这个 你们这个当地的这个里 还有整个商圈的活络呢 你除了你刚刚讲的 一话之外 你还有什么样的 实际的作为 是不是也跟我们 听众分享一下 是这样 因为迪化商圈 因为跟我们的 因为我们是属于商店 跟那个一般的那个住户 就是住商混合的 的区域 那因为里长 其实我本身是属于 民政方面系统 但是因为我刚好有商圈 在这边啊 然后刚刚我们家也是 那个商圈的 自己也开店嘛 对也有开店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说 可以push这个 让我们的迪化商圈 能够更发扬光大 所以每次办年货大街的时候 政府这边只要有开会 我也都一定会去参加 然后积极争取 比如说一些装饰 一些装点啊 然后包括我们 还有个大道成公园 现在做一些活动 然后除了永乐广场之外 大道成公园 也办一些活动 然后现在过年期间 街区跟公园 都已经有挂上灯笼了 就张灯结材 很漂亮 已经有过年的气氛了 对 那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 这个迪化商圈 因为很多建筑 是没办法改变的 所以自己要去 那边开店 新的店 必须自己要做一些 调整 对不对 那在做个调整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有一些 在地的居民 比较有不一样的意见 你怎么去协调 这些比较不同的声音呢 我想这也是里长的工作里面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对 因为协调 因为有时候 比较年轻人的想法 会比较 前进一点 创新一点 然后有时候老一辈 可能没办法接受 但是你慢慢去接受它 然后让它进来 先试试看 踹踹看 可是我觉得感觉还不错 很多新的商店 像有的是卖相机的 也进来 卖相机的 以前我们这些相机 都在汉口街 现在到迪化街也卖相机 是卖那种复古的相机吗 对 复古的相机 对 那种单眼相机 是 感觉很不错 也是那种复古传统的相机 然后另外之前 以前婚纱馆也有进来 婚纱也当那边带 我们印象中婚纱都是什么 爱国东路啊 中山北路啊 现在到迪化街也可以找到婚纱 它就是以迪化街的那个 建筑当背景 然后来拍 很美 感觉很复古很漂亮 是是是 所以很多人到迪化街 去拍婚纱是不是 对 然后还有一些 我们因为也有一些布的行业 那布的行业有些 其他人都喜欢 比较那个客制化 他不要买那个县程的衣服 是是是 去那边 让他们定做 然后一些修改 不然就一些小饰品啊 那些去那边 就是采买 就是有一些比较稳创的店 他会做出比较你个人的 不同的风貌 比较有特色的衣服 跟饰品 外面买不到 就是你可以客制化定做 是所以现在的迪化街 真的是非常的多样化 多元性 那我们在前两个月 跟这个两个里长在聊的时候 其实里长的点点滴滴 真的要处理事情 蛮琐碎的 而且两个里长都讲到 同样一件事情 就是你们都要24小时待面 对不对 手机都要开着 手要开着 半夜 半夜跟清晨想一定要接 那我们聊一聊 就是说在做里长的日常的时候 有没有哪些例子 用分享故事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就是说你这两年之内 有没有在你做里面服务 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或者说你觉得在里面服务的过程当中 是让你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因为里面对里长的依赖性很高 对很高 真的像前两个里长来 我觉得有时候里长真的 比自己的子女都还要像子女 对啊 你自己做过什么样的事情 让你印象深刻的 比较深刻的就是里面 他都会把我的名片放在身上 那因为现在你也知道高年化社会 有时候老年人出去 有点稍微失智 然后警察都要打电话来跟我讲说 那个里面的身上 只有带一个健保卡 那健保卡上面 只有身份证字号 生日跟姓名 他联络不到他的家属 对没有地址 但是他还放了一张我的名片 他放了一张我的名片 然后讲说这个谁谁 你认识 我说我认识他还住在哪里 我还讲得出来地址 然后警察就很高兴 所以是这些长辈放的 还是他们子女帮他放的 应该是他们自己放的 他们自己放的 他们也是会去我办公室 然后有时候走 然后就会给我要名片 可能就放蛮久的 以前是放我爸爸 现在放我的 了解 反正都是老邻居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里长真的 带一张里长名片 这个随时都可以用得到 走丢了也可以找得到 对不对 我发现好像现在 照顾长者这件事情 变成里长的一个 很重要的任务 或很重要的工作 前面两个里长也这么说 对不对 像迪化街现在 因为说有新的店进来 可是很多都是外来的 不是在地的 可是现在在地的 是不是也是比较多 比较年纪长一点的长辈 在那边做 年轻人也出来外面打拼了 对 因为那个商店 有时候 迪化街因为是老店 很多都传承五代七代 那有的子女不一定会接 接老一辈的工作 那有的时候变成说 老一辈的可能就 她的楼下住给别人 然后她住在二楼 她就自己独居 都妈常去关心他们 那都还蛮长寿的 都大概九十几 一百出头的 那个岁数都有 那我们就常常会跟着 李干事啊 去帮他们 一年到了时候 生日要帮他庆生啊 就带着政府的金戒指 还有红包 你们礼上有这种 百岁的人类吗 有很多个啊 很多个 对啊 很多个啊 对 都几岁啊 差不多 一百零三 一百零五的都有 真的啊 对一百岁 所以你们这个 大油里算是长寿里的 算是长寿 对 有没有什么秘诀 有啊 就会卖中药 是汉方 汉方调理身体 虽然我们笑笑讲 搞不好 这真的是重点 有有 我们知道对 迪化街上面有很多的 这中药店 对不对 对 过年到了 可能也有人 会想要去这迪化街 采买这些中药 不管是进补也好 或者是 加在食材里面 可不可以 大概跟我们聊一下 这个你应该有点概念了 过年的时候 比较大家会想去买的一些 这些汉方 是什么汉方呢 一般都是煮鸡汤嘛 就是买那个人参鸡啊 你不一定要把它整制人参的嘛 有的上万 然后又有几百的 又有几千的 你就买人参 然后鸡嘛 就最简单的炖 跟他讲说 哎 我要跳一个 要煮那个 三马龟 他就会帮你跳 三马龟的一个 那个一帖 然后你就跟着 鸡上下去炖 所以你跟 这个 中药店讲说 我要去做年菜 我要炖鸡汤 他就会给你 不一样的料理的 是没错 你自己去挑 你想要用的 对对 他就帮你包好好的 哎 我有个问题也很好奇 既然你们 从小就身处 在这个迪化商圈 那我们知道 大家采年货 都要跑到迪化商圈去嘛 你们自己就在商圈里面 那你平常 每年的年货 要办的话 应该很轻松吧 是 打个电话 邻居就送过来 是这样子吗 因为大家 因为还是喜欢去 去感受过年的气氛 他还是会去走一走 逛一逛 看一看 那因为以前 今年是不行的 以前可以试吃嘛 那就很开心啊 因为有点小缺心 所以你们自己 也会去试吃的 小缺心 小缺心 真的 那你们的年货 真的很方便 自己的邻居 稍微邀惑一下 你们就 随便就可以买气 那我很好奇 因为我们知道 像年货大学 一直都要做到 除细钱嘛 对不对 那你们的年夜饭 准备会不会 我觉得这个 因为是老商圈 这些都是有传统的店 你们吃年夜饭 会不会很讲究啊 过去 还是因为做生意 就反而是没有时间 去准备年夜饭 对没错 反而是做生意 比较随便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都做到 除夕很晚的时候 初一初二 初三初四 初五才有放假 以前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因为 好像比较随性啊 就没有说很刻意说 啊一定要什么时候放假 什么时候开店啊 那但是除夕那天 有时候 大家会比较早一点打烊 对啊 现在会比较这样 因为比较注重生活品质嘛 是 那你们家怎么准备 年夜饭 以前 以前你小时候是 都是妈妈煮的 妈妈煮的哦 是真的 很没有时间 就随便弄一弄 还是真的 没有很讲究哦 还是很讲究 对不对哦 妈妈都会去买那个什么 雷肉爽 最喜欢吃那个 迪化街的那个 那个螺肉啊 跟那个鱿鱼 哦 然后对 那个菜就是 过早上就九家菜 九家菜 对对 鱿鱼 然后那个 那个 加一点肉 然后再加那个 那个 那个菜啊 所以 许妈妈会做这种丘楼菜 会啊 会做啊 所以我有时候发现 这个 就是生意人的家里 那个主妇真的很难 跟 平常呢 要帮家里做生意 可是呢 像这种大年大节的时候 过年过节的时候 要准备那个 一桌的这个 这个 澎湃的 这种菜色的时候 他们也很拿得出来 对不对 对拿得出来 因为现成的材料啊 就买那个鲍鱼拿来切切 但是也做起来 也很像一样 对不对 对很像一样 对啊 而且很好吃 而且食材都有啊 然后底外就 干贝啊 大颗大颗 还煮那个 跟那个青江菜 烫在一起 讲到这个 我知道 像我很多长辈朋友 他们过年要去买这个 像你讲的干贝 甚至买这个 鲍鱼 都要特别 特别跑到 迪华街 去买 对不对 对 因为都是批发价 物美价廉 一定是比一般的商场都还便宜 因为我们买的做批发价 但我没有概念 这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挑法 还是每一家都 都可以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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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长都是用每一家都可以买 对 每一家都可以买 也是啦 因为也不能帮 拿几家特别广告 这样不公平 对啦 我知道有几家是特别有名啦 但我们也不要 对 这个 太有广告化 对 对 好 那我想 这个迪华街到了过年 总是会人潮汹涌 但今年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人潮可能没有那么多 但是提醒大家 还是可以去逛 这个迪华街 待会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请这个 迪华商圈的 大友里的里长 许美智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当里长这件事情 有很多的甘苦 也有很多酸甜苦 我们待会再来跟里长聊一聊 然后再新的一年 里长有什么新的计划呢 待会再告诉大家 欢迎回到公民种族笔 周一罗继夫时间 我是周一的种族笔罗继夫 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 我们邀请到来宾是 台北迪华商圈的 大友里的里长 许美智呢 请许里长呢 来分享一下 整个迪华商圈 这几年来的变化 那当然很重要 告诉大家 今年的迪华商圈 虽然迪华大街的活动 取消了因为疫情的关系 但是迪华商圈呢 我们还是商家操场营业 大家要买年货 还是可以去顶化钱 但是请大家全程 戴好口罩 把口罩戴好戴满 好那今天请里长来呢 除了讲今年的年货大街 年货采买 不能讲年货大街了 那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希望那个 借由里长 今天来我们节目中 也了解一下 到底我们里长 平常在做什么 像这个刚刚里长 广告时间跟我们在聊 就是说我也很担心一件事情 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今年年货的采买 商家会不会都担心说 生意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多少 一定会担心 对啊 可是我想说 因为他担心 但是因为这个是供体时间 因为防疫优先 可是我还是保持 比较乐观的看法 因为想说今年不能出国 所以有可能会违出国 都跑到迪华街来买年货 你真的蛮乐观 感觉上面自己出了一看国 这也不错 你讲到这个 好像迪华街每年采买的时候 有很多这种 国外进口的商品 其实也很受欢迎 对不对 那商家有没有想一些 什么因应之道 可以来这个 弥补一下 今年可能会在生意上面不好的 或者说 我们的政府单位 有没有什么样的因应的方式 让这些商家 也可以在今年过年的时候 跟往年在办年货大街的时候 一样 生意不要受到太大的影响 关于这点 我要非常感谢我们的政府的得正 像今年我们的台北市政府 民政局 他就有进来我们迪华街 透过我来采买一些 过年 就是一些年节的糖果 巧克力 我们市政府的单位 主动去采买 对 民政局 帮助我们商圈 促进我们商圈的繁荣 他第一个率先表态 以身作者 对 虽然蛮感谢他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好 由政府单位 起这个带头作用 对 是是是 所以这个 对商家来讲 应该是蛮大的鼓励 对 然后另外商业处也是 除了说福岛年货大街之外 平常他也 我们商圈 每年都有挑几个店 然后来出来 帮他们做经营跟装 改造 这个在我们节目中 每年都一定要介绍的 改造的很棒 对 而且每次来介绍这些 这些店 改装前跟改装后 差很多 差很多 生意好到棒 最重要是 对 业绩都有提升 对不对 所以商业处的改造活动 每年办的 算都是蛮成功 很成功 而且听说现在的范围 以前都是照顾你们 这个大道成的商圈 现在也要扩计到其他商圈 要不然其他商圈要抗议了 不要讲抗议 是大家都来争取 这个改造的机会 因为看到你们的地方 很成功 很成功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有做事 要让大家知道 那做事有时候 不是用嘴巴讲而已 是是行动 要有行动 而且要做出来成绩 是是是 因为我知道像 一开始商业处来讲说 这个商家改造的时候 也很辛苦 可是你做出成绩来之后 大家争相 要来跟商业处配合 主动会找上门来 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嘴巴讲再多都没有用 做出来实际的时效 最重要给大家看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台北市政府的一些资源 也投入到这个 整个商圈的这个 这个发展上面 是蛮用心的 对不对 好 那我想这个 您当了两届的里长 所以这样几年了 现在是第六年 第六年了 对 在这段的里长过程中 我想你印象最深刻 应该就是去年的 疫情的时间 前面两个里长来都分享了 他们在疫情中 当中做了哪些 你今年疫情发生的时候 怎么为你们 做一些事情 让他们能够在 疫情发生比较安心一点 对 我率先就发酒精喷瓶给 每一户都发 你去哪里找到这些酒精 那时候酒精好难买 对啊 因为那时候 那阵子 其实有的用酒精 那有的用赤绿酸水替代 但是每个人都发一个瓶子 因为我刚刚有听到 说我们家做包装嘛 所以那瓶子都自己家里的 真的耶 对自己家里拿出来 送大家 对啊 那时候应该是蛮抢手的 对很抢手 然后还有送垃圾袋 因为请他们口罩不要乱丢 我每个人发垃圾袋给你 你就把口罩这样子 用完之后把它折好 然后放在那个坐下袋里面 每个人都发 不是说两小 那个就是垃圾袋 发垃圾袋 小垃圾袋 就希望大家不要随便 乱丢 因为那阵子 那很多人都把那个口罩 不乱丢 真的真的 这边也做一个呼吁 其实现在有时候路上 还是会看到有人乱丢 千万不要 因为你那个口罩戴了 可能上面有很多细菌 乱丢的话 那细菌还是会传播 那这样会让大家防疫 就破功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里长 在疫情的时候 特别忙碌吧 对很忙碌 他常常宣导 说你们不要乱丢口罩 他常常去寻 然后因为我还有请一个 那个街友 有没有 就是也是社会局 给他辅导 让他有工作做 然后我就让他来 里面大扫除啊 就每天扫啦 然后有 你请街友去帮忙做服务 那他也有一些 工作的 的机会 对 对 因为有一些会害怕说 哎呦 不要让街友来 会引起一些 那个他里长的问题 可是我 大家会比较怕一点 对 可是我的思想是 比较开放一点 我说没关系 你既然有心 不要当街友 你要改过 你好好当一个正常人 我就让你进来 我觉得很好啊 就是 有些街友 不一定是没有工作能力 但是可能没有机会 对 没有机会对不对 我觉得这其实很好啊 他就帮我用夹子 剪口罩 然后在我提供他一个 公用的垃圾袋里面 他帮我剪口罩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 虽然是小事情 但是我觉得 这个小事情 可以帮助到街友 又可以 帮助社 环境的整洁 跟维护 对不对 所以 这个疫情 就考验 很多里长做事能力 当你们家真的那么 那么刚好 就是做那个 分装品 对 那时候 大家抢都抢不到 对啊 去年那时候 大家抢不到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发了 对 别的理还蛮羡慕的 对 那碰到这个 需要隔离的这些 是 里面的时候 你那时候怎么去 协助他们 因为 这个台北市那么大 那大概 我想每一个里长 可能都要碰到 这种问题 对不对 你印象中 那时候处理这种 隔离的 这些 里面的时候 他们的心情 或者说 你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也跟我们 来分享一下 有啦 因为 就我印象最深刻 就是那时候 刚开始 那个海外回来的 都一定要 居家 那个隔离 或检疫 14天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 他们有时候会落跑 然后那时候 礼拜天 刚好在煮饭 煮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警察 跟上说 那个 好像有一个 那个居家 检疫 从国外回来的吗 对 从大陆 大陆回来 对 然后落跑 然后叫我去 他们家 你是落跑 对啊 那时候还没有 罚钱的时候 后来他落跑 然后我还没到 邻居就一直打 那个要偷跑 然后一堆大陆的朋友 来找他什么的 对 所以里长就要去 注意这些人 也没有 结果呢 你有找到吗 结果 他就跑掉了 然后 他只是附近牢牢 他就关不住 就关不住 哎呀 真的 这边要提醒大家 该隔离就要隔离 最近疫情 变比较严重 比较严重 一点点 真的大家互相注意 所以里民间还会互相通报 对会通报 他想说那个都落跑 然后不在 大家会怕 对没错 是是是 所以里长要做的事情 还都蛮细的就是了 好那在你担任这两届的里长 六年多以来 我相信你也做了很多事情 是是 你都办了哪些活动 或做哪些事情 哎 这个让这个里民 比较有 有feel 有感的事情呢 活动我办了可多了 多了 月月 月月有活动 一年十二个月 每个月都有活动 你要把里民弄得那么忙 那么 我自己也要忙 可是因为我们是比较传统的 那个那个大道城地区 所以我想说 一些传统的节庆 我一定要办 然后还 哦 节庆活动是不一定要的 对对 还有旅游活动 让大家可以比较亲近 像我一月份的话 来就是那个大扫厨 我就发 请大家来 然后就发那个洗衣粉 给他们 还有垃圾袋 给他们 你说大家 清洁中 大扫厨是说 自己家里的大扫厨 没有 全部的里民 大家一起来大扫厨 清洁中 我记得我们 哦 你说清洁整个 礼上的环境 自己赏 你自己赏 我每个人都发洗衣粉 然后发那个垃圾袋 给你 自己赏 大家一起来扫地 是 就定 比如说哪一天 然后我发那个 同一发 那个洗衣粉 跟垃圾袋 然后那周 大家就来扫地 一周啊 对 扫一个礼拜 你自己赏你自己的 可是我就发洗衣粉 跟那个 那个垃圾袋 就这是我那个 一月份的 那个大扫厨周 真的啊 陈笑如 会不会有人领了 就啊 干脆就自己家里 弄一弄就好 外面也要扫啊 也要扫啊 所以让大家动员 一起来 维持环境整洁 尤其这个时候 非常重要 你说 每个月都有活动啊 你去哪里 想那么多活动判啊 因为 这是我的slogan 我现在先起来说 哦 所以这是你的证件 对 然后二月份的话 就是那个 寒冬送的 吃买给 就是找一些 比较那个 弱势家庭 然后还有 那个扫地的那些 那个带证 对 在扫到成功 今年不行 今年就不能办了 所以今年可能就是 天气比较冷 我就要发 我准备发棉被 哦 所以原来是 呃 办一餐 让他们有围炉的 那种感觉 对对 但是今年就 改发棉被 对 今天改发棉被 是 嗯 二月份 那之前呢 有没有办过什么 特别的活动 你印象深刻的呢 或者是说 哎 你说月月有活动嘛 所以从 过去的六年来办 哇 月月有活动 算一下六年 一年十二个月 你就办了 至少 七十二场活动 对对对对 哎是啊 还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像节庆的时候 我们知道 呃 大道成 我们访问过 呃 一些相关人员 嗯 呃 几个重要的节庆 我想大家一定是 呃 这个非常的 呃 这个 想要去参与 比如说元宵节 对 接下元宵节活动 可能今年 可能很多事情 也不能办了 对 那怎么办呢 你要月月有活动 今年好多节庆 可能都没办活动 就是 怎么弥补 就是 有没有想替代方案 就是只是发发灯笼 自己回去提这样子 就是尽量不要说 哎 聚集太多人 就灯笼 领了就走 领了就走 嗯 那我以前办活动 比较特别 就是我们那边 哦 永乐国小 有个那个歌仔戏 很有名 然后我那时候 办那个三代同堂 一起表演歌仔戏 你说三代同堂 是怎么找 你们的里面自己 对对 那个小朋友来 然后找他的那个 阿嬷阿嬷阿公 对一起来 那个小朋友来 所以你说里面自己 粉末登场 上去表演啊 是小朋友粉末登场表演 然后他找他 同时找他的妈妈 阿公阿嬷 对阿嬷阿嬷 一起来演歌仔戏 哈哈哈哈 小朋友交大人演 这样也很有趣啊 对啊 三代一起同乐嘛 对同乐 对三代同堂 就是对 就是也是 顺便推广一下 我们传统的戏曲文化 嗯 是 那这六年来 你做这个点点滴滴 还有哪些是 你可能印象深刻 就是说 关怀里面的啦 或者说 在里面上面 你有没有推一个 什么样 刚刚讲我们讲是 每个月可能 就是一个活动 一个个案 有没有一些 比较长久的 就是持续性的活动 在办 或者说持续性 持续性的 什么样的 这个 政策啊 活动 我们是比较 是有在 这个比较规律的 在举办的 对 有 就是那个 日日有课程啊 哦 日日有课程 对一到五 你真的好吗 月月有活动 日日还有课程 对 什么样的课程呢 就是配合社会局的 那个 长照的关怀据点 的课程 然后尤其是 我们礼拜四 有一个那个 就是长青班的 那个心灵课 跟健康操 那个很感动 他们每个礼拜 不管刮风下 有多人都会来 而且很多都是 有看护推的 阿公阿嬷来上课的 那这些 阿公阿嬷 行动不方便 怎么参加活动啊 就是 那个他们的看护 可能他们子女 就请他们看护 推到我们礼办公室 来上课 然后上课之后 有一些心灵课程的分享 有时候看云带了 然后有时候是那个 福祉佛教团体 会跟他们讲一些故事 然后还带那个健康操 一笔鸭鸭 一笔鸭鸭鸭 健康操 带动唱 对 然后带动唱 然后活动完了之后共餐 那共餐现在因为是 疫情关系 都是便当包回去 不能站在一边吃 所以这个关怀剧点 有点像日照中心的感觉 对不对 对 社会局也办的 也是政府的德政 是是是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 平常你在办这种持续的活动 虽然可能 也许不是像办活动 这样风风光光 热热热热 可是你觉得这些 你做的事情 是对整个礼 甚至整个社区 整个商圈是有帮助的呢 比较有帮助的 我就觉得说 因为我们里内有两个公园 我很注重这两个公园的整理 公园 对 因为里长其实职位不是很高 所以他能够 执政的范围 也是蛮有限的 所以我在我的 有限的范围之内 我尽量把它做到好 那像我去年有 有参加那参与市 遇上iVoting 我就表决还得到 那个得奖 你提了什么样的方案 我就提那个大稻城 要种茶花 因为大稻城 为什么大稻城要种茶花 因为大稻城 码头以前的茶叶非常有名 输出到国外 对 这个大稻城上就有很多的茶行 老茶行 其实是蛮有名的 所以我想说 而且都是厚亚人 然后种一些茶花 然后换起大家的记忆 说大稻城以前就是茶叶很蓬勃发展的一个贸易港口 然后把这个花种在我们的大稻城公园 是最适合的 所以现在我们到大稻城公园可以看到 现在开花很漂亮 可以看到茶花 对 茶花很漂亮 哦 这是你的德政 这一样 我不敢当 茶花在都市区真的有时候很难看到 我觉得爸爸妈妈 有空的话带小朋友去看一下 让小朋友知道什么叫茶花 因为可能很多小朋友连 不要讲茶花 有些小朋友可能茶树长什么都不知道 是啊 在我们的大稻城公园 那个进去的 入口进去的右侧 现在有种了一整排的那个茶花 然后到时候政府还会做那个导览牌 然后介绍那个茶花茶叶的历史发展 整个把它带动 所以你对这个公园这件事情是特别重视 那除了种茶花你还做了什么事情 哦 那还有因为我比较注重团队活动 所以我们还有得奖的 就是我们守望相助队 守望相助队得奖啊 对 就是每年都是特优 然后特优三年 等一下 我先问一下 守望相助 以前我们印象中 对 每个社区或每一个里上面 都会有一个守望相助庭 那平常就是一个人在那边守住 就这样子啊 那为什么可以做到得奖 没有啊 就还要巡逻 每天都要巡那个里内 那讲一下这个守望相助 对他的运作好不好 因为我想你得奖一定有他的运作 是 我们一到五 巡逻是大家都有 可是我们比较特别的 就是他有一些特殊的点 你要超过别人 跟人家不同 与众不同的点 就是我们有行动办公室 在以前市长在推出行动车 我们早就已经有行动办公室 怎么样一个行动办公室 就是 其实我们是 也是以年货大街那时候为主 我们就把整个办公室 搬到街区上面 哦 你说哪里有需要的时候 你们就跟着移动 对 我们就出动 跟着移动这样子 对 就变我们一个很大的特色 对 我们就把整个办公室 搬到街区 然后跟街区的那些店家一起 然后做整个市民的服务 对 就不是只限于大邮里 因为我们对以前过去这种 所望相助队的印象就是 还有部分是想要 希望借由所望相助队 来维持治安这件事情 对不对 对 协助 那我们这部分 怎么协助维持治安这件事情 有啊 比如说之前有自杀的 我们还是去那边协助 就是说 交委 交通指挥 不要让人家太多的去接近或靠近 反而会引起自杀者 更大的一个心理压力 对 是 是 是 然后另外像火灾的通报 我也跟他们讲这个很重要 对 尤其冬天 对 这个要注意一下这些电器啦 对 这个都很重要 所以所望相助让你得奖 哎 不简单 特优 那除了这个奖项你还有得奖 哦 就是刚刚讲那个iVolting 是那个第一名 然后所望相助是特优 然后第三个奖 就是我参加那个市政府 他刚才我讲的我很注重医化 那政府民政局 他有推一个那个医化系统 就是以后里民来做什么服务 我们都要用实名字刷卡的 市民政局的刷卡 比如说你刚来领洗衣粉 你也要刷卡 那你要来办 参加旅游 你也要来刷卡 那就变成说 哎 我得到那个先锋奖 刷什么卡 就是刷健保卡 刷身份证都可以 是是是 就等于是记录这些里民参与了 哪些活动对不对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 当地的里民 看到你做这些事情 其实真的会比较有感觉 因为毕竟是 你实际可以马上 可以接触到的事情 或者是你可以享受到一些 权益嘛 对不对 是 那新的一年呢 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哎 在讲新的想法之前 我想跟这个 呃 这个里长请教一下 嗯 我过去印象中哦 不要讲小时候啦 年轻刚出来 呃 这个社会工作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每次都还会接到 呃 这个 各个里长发的这种 里民大会的通知 哦 是是 现在好像没有里民大会 这件事情了 对不对 其实我很重视这个呢 哦 怎么说 因为现在是里民大会 没有里民大会啊 你怎么重视呢 我是用那个 里林工作汇报啦 里林工作汇报 就是林长哦 来开会 那林长 因为我们 嗯 一个里有 我像我的大友里有 19个林 那林长就会去收集 是 就是你那个林的 里民的意见 嗯 就用点线面这样子 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你看意见 哦 你说 替他反应 林长等于是一个 在 情报收集站 对对 看你有什么需求 然后跟林长反应 你也可以直接跟我反应 然后如果说你跟林长反应 然后我们收集起来 每半年开一次里林工作汇报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来反应出来 所以这个等于是取代过去的 里民大会的这个形式 对 由林长当作是先锋 去收集意见 对对 张窗口 对 然后半年我们会开一次 开一次 然后检讨 然后把他们意见拿出来 啊我是觉得蛮好的 因为集思广益嘛 那其实有时候 里民虽然他们的想法 蛮天马行 蛮多的啦 蛮天马行空 但是其实有都 你有碰到什么奇奇怪怪的意见吗 比如说 有啊 他们有时候 很奇奇怪怪的意见 比如说 最好停车场 最好停车不要钱 是那种 诶这个 实样者 大家不要买书 这个要求不能太过分 当然每个人都需要 什么都免钱 但不可能啦 对 所以蛮可爱的 有时候一些 比较天马行空的想法 这都是 里长 必须要接受 民意啦 因为民意嘛 对是 那有没有哪些意见 真的提到这个 呃 李林汇报之后 哎你们发现 真的很有用 然后就帮助他实现的 有啊 应该也有嘛 有有有 其实像公园的改造 像他们我们排舞队 在公园 跳那个跳舞的时候 那地砖坑坑坑坑坑的嘛 嗯 那跟我们讲 然后我就会看 然后现在 刚刚最近 把那个大道成公园地砖 整个改造起来 因为我本想说 年货大街 也很多观光客来 你要弄的美美的 然后安全性 不只是美 是安全的问题 对 是是是安全问题 然后 这很重要 对很重要 然后另外像路灯啊 像我们迪化街 迪化商圈的路灯 跟外面路灯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吧 都是红色那种杆子 然后有个像灯笼这样子 复古造型的 很配合 对对对 可是那个有时候 很昏暗啊 对不对 也还好 他现在有做LED灯 哦 有LED灯 他只是造型 很像灯笼 但是他用LED 就现代加上传统 所以感觉很棒 所以那个路灯 你也要管就对了 对 路灯也要管 所以李明的意见 琳琅满目 各种意见都有 可是有些是 很有建设性 你就会马上去 帮助他们解决 解决路灯的问题 你刚刚讲这个 公园的 改造 改造 这些都是 只有生活在当地的 李明 能够亲身体验的事情 但这也就是 我们在前两个月都讲了 里长最 让大家能够 直接接触的 你要去 其他部 政府部门 可能还要经过很多程序 可是里长 其实很好找嘛 对不对 平常找你 你都会在办公室 对 我都在办公室 好 那刚刚有讲到 今年新的计划 我们知道像 最近刚好疫情又开始 比较严峻一点点了 那会不会也影响到 你这些推动呢 会啊 因为像办公室 我就尽量不要让人家来 因为以前是欢迎大家来 那现在就是 没有办法让大家来 然后你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是 民意的最基础嘛 那当然是希望 跟你们能够进去 直接接触 对 可是现在没办法 就变成说 可能就是尽量避免 就跟他们接触 那可能就请他们 打电话来 那今年最想做的一件事 是什么 今年最 就是疫情保佑 我们先跑开 我们就假设一切 疫情都过了 现在平平安安了 你最想做什么 最想做就是 把我们迪化街 最后一里路的 迪化中北街的 电线杆下地 地下化 对 我们全部整个大游里 在我爸爸八年 然后经过我现在六年 多七快 就差不多七年了 因为现在算年初了 一共有经过了 这个二十一个年头 没有八加七 十五个年头 整个大游里都地下化 就只剩下中北街那段 没有办法地下化 为什么 因为都商店街 没有地方放电箱 对啊 谁在门口也不让人家放 他这个任务 有点点艰困 很艰困 一直让我很伤脑筋 很伤脑筋 但你一直把它放在心上 一直放在心上 今年有机会吗 有提 跟相关单位提的这个建议 很困 可能还是要跟商家 对啊 跟店家大家不要啊 因为他们讲说 我店面寸土寸金的 我跟你放电箱在前面 那不是整个租金就会下降 而且他们会觉得一个 他们感觉是危险 你看地化街的 现在的历史风暴 每个房子都整理的很漂亮 然后电线杆就横在那边 线啊 所以里长其实也是为了大家的这个 长远的利益来着想 不过这牵扯到就是你讲的 可能商家会觉得说 放一个电箱在那边 影响到的生意 影响到的可能房价 租金 这个需要里长去沟通 所以你看里长真的不是好当的 很多人都觉得 里长这个每天这个 在办公室可以喝茶 看报纸 我没有在厂房外面 其实是没有的啦 里长还是有他的辛苦在就是 我想经过这几个月来 跟这个每个里长 这样聊了之后 大家会发现说 这个其实里长 应该就是我们平常 想要改善我们生活环境 最容易接触到的人 对不对 那大家要多多来利用里长 我想利用 其实应该是说 好好好去跟里长去沟通 反映一些事情 可能里长就是真的 最能够帮你解决问题的帮手 对不对 好今天也非常谢谢里长 许里长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先祝你新年快乐咯 新年快乐 大家都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是恭喜发财 记得最后要记得 一定要到迪化商圈来买年货 第一首选 果然是尽责的里长 最后还要来 这个促销一下 没错啦 今年的年货大街活动取消 但是迪化街的商圈的商店 还是照常营业 而且有些店家 可能还24小时不打烊 对而且会比较便宜 果然是非常尽职的里长 来把握最后一秒钟 还在宣传 今天非常谢谢里长 谢谢 谢谢Jeff 给我的机会 不敢不敢 帮我们大优理 迪化商圈做宣传 那美智 我是徐美智 在这边谢谢大家 大家也去逛商圈的时候 碰到那个里长要说 有听我的节目 有有有 对Jeff的节目 谢谢 欢迎大家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